扶摇,人心割肚皮,善良的扶摇,被杜妇佛连坑苦了 扶摇,人心割肚皮,善良的扶摇,被杜妇佛连坑苦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凝受人之欺,服役人之诈。洪一鸣蔡根坛 在最近热播的剧集《扶摇》里,于一号扶摇,杨妇饰演,踏入了一个陷阱,被天权国众人指控,以假冒佛连公主的罪名,被长孙平戎抓了起来,差点就被侮辱了 这次扶摇遭罪,纯粹是一场无望之灾,她只是想帮助佛连而已,但没想到人心割肚皮,佛连竟然坑了她,甚至想要她的性命 自从扶摇离了太渊之后,无意间发现了天杀国的阴谋,天杀王竟然想给战备也背黑锅 战备也是扶摇的至交好友,扶摇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诬陷,就想去天权皇城为她讨回公道 行之前的扶摇不会想到,这趟天权国之行,注定了她要面临很多劫难 在进入天权国皇城之前,扶摇偶遇了致病救人的佛连 扶摇跟佛连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被佛连的善心所感动,遂与姐妹相衬 后来佛连染上重病,不能出行 为了不耽误伍州的大事,扶摇就接受委托,以佛连公主的名义,去天权皇城议事 善良的扶摇只想为佛连分忧,但她不会想到,此行是佛连为她设计的陷阱 佛连是玄机国二公主,更是五周圣女,她的人善之名,传遍了整个五周 但佛连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她深爱着天权太子长孙无极 她不允许长孙无极爱上第二个女人,可是她知道,在太渊都城昆京,长孙无极时时赫赫都在维护着扶摇 于是极度心发作的佛连,就特意在天权皇城外等着扶摇,只为了能够顺利地除去她 佛连成功了,天权皇宫内的所有人,都指证扶摇的罪名,铁证如山,扶摇假冒玄机公主,已成定局 病醉之后的扶摇,被长孙平戎抓了起来,后来还差点受了侮辱 幸亏长孙无极即时赶到,救下了扶摇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门之心不可无 希望经历生死大劫之后的扶摇,可以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 本文由笨记额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尝知识 如何评价在扶摇中将佛连演得让人恨之入骨的演员王赫润 谢谢邀请 佛连也就是玄机过的佛连圣女,她就是隐藏的一个大boss 她的爱很扭曲,她跟无极太子有婚约,虽然两人从未有过正式的表明心意 但是在她看来她与无极太子就是株连地和,两情相悦 佛连也叫奉敬范,为了显示自己的圣心,为了嫁给人人尊崇的无极太子 她专言佛经,只喜欢佛龙色,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太子 虽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让佛连代替自己先去天全国 实际上刚出现的佛连并不是真正的佛连圣女 真正的佛连是佛连,这也是后来佛连能当上玄机过女王的原因 饰演佛连的王赫连是个94年的中传新纪演员 她的出道原因很有趣,小时候画了一幅画 因为其超高想象力被选中出演电视剧儿童剪壁画 科班出身,王赫连的表演功底还是有的 从千人海选中脱颖而出,2016年出演陈乔恩和张翰主演的谁的青春不迷茫 终于二路甜甜,当时为了配合剧情需要 她笑着接受剃头,不说别的,敬业精神是肯定有的 在燕谷中担任女主角敬书,饰演一个柔弱又坚强的会画皮的女子 后来出演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江生最亲密的朋友金灵 这个角色很讨喜,短发出演的王赫连显得更加年轻可爱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饰演圣华兰 圣家大小姐,而且会与女主赵丽颖有很精彩的对手戏 再到加盟古装公斗剧如意转,演习攻略,一面时光等 不同于其他新晋演员走王剧道路 王赫连的能力和资源都是相对比较好的 合作的都是大牌演员 这次王赫连在《扶遥》中饰演大反派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知道在他出现的时候他圣女的模样还是很成功 观众可是一点都没有怀疑